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大家,我是潘建志 潘醫師 那其實看到這個畫面 我比較想講的是感性的事情 130箱的連署書 還有背後 這麼多的年輕朋友 老實說啦 雖然我們講的是非常生硬的法條 公投法的問題 我心裡面真的有一股 想要熱淚盈眶的感覺 怎麼說 2008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蔡定貴教授 就在這邊隔壁 的立法院門口 開始絕食 他當時要求的就是提出 要補正公投法 那後來他絕食結束了以後 公投盟就成立了 這邊有公投盟的朋友 其實講的就是跟我們 導國前進現在同樣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公投法在2004年制定以後 其實那個時候就是政黨協商 黑箱作業 然後充滿了政黨之間的全模算計 如果大家回去查一下維基百科 甚至查到陳文謙後來講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現在的這部公投法 那個條文有多爛 那個制定過程有多黑箱 給了我們一部這麼糟糕 投了六次 連成案都沒有辦法 成案的公投法還綁大選 這部法律歷經11年 已經爛到 沒辦法想像一定要改的地步 蔡定貴教授在當年 公投盟成立的那一天 我也在場 我幾乎是最年輕的 比我年輕的只有兩個 那大家還可以去看看喔 他們的棚子就搭在那邊 搭了七年喔 還搭著 現在還搭著 大家只要走一下過去就看到了 這七年立法院竟然可以無視這件事情 就讓他們在那邊 不斷的一場一場的抗議 遊行 遊說 這個法就是不改 但是今年喔 我們終於看到希望了 為什麼 年輕人站出來了 後面這些年輕人站出來了 你可以看到他們喔 他們是歷經了什麼 他們歷經的歌籃委 那個相對 通過五十八五十八同意的相 那個絕對多數的規定 被打敗了 既職務沒有歌成功 可是你看他們到現在 每個人還是興高采烈 每個人出來的時候 台北林先生 你看他還是充滿笑容 我要跟上一代老徽亞講 跟立法院裡面這些喔 亂七八糟的立委 這就亂七八糟 我還不知道 講什麼行動實講 你們會被淘汰啊 為什麼 這些年輕人你們打不倒啦 蔡經典會教授可以在那邊七年 你覺得年輕人不能用七年嗎 每天在那邊下雨給你連署 每天給你開記者會 推一次又一次 你們還要讓他們等幾年 這個法已經到了要修要改的時候了 如果朱立倫是實務的話 不要再講那些空辦的修憲 那種什麼詭異題 內閣制你要繼續買票嗎 先把這部法改過來啊 已經太久了啦 如果 上一代沒有辦法呼應這些年輕人的心聲 就是被淘汰 我請你們早一點滾蛋 早一點離開這個國家重要的位置 讓年輕人來接手 我也希望各位媒體朋友 對島國前進還有之後共同盟 還有所有這些年輕人 各讓我的所有的活動多多的報導 因為他們實在 這是太我們國家太重要的議題 可是我們國家的新聞版面 就充滿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東西 希望你們可以發揮你們在報社的影響力 讓這些新聞讓更多人知道 最後我要請大家 如果送完連署書以後 也到公投盟的棚子去看一看 我就講到這裡一次 補正公投法 補正公投法 人民站出來 人民站出來 再一次喔 補正公投法 補正公投法 人民站出來 人民站出來 好 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把連署書 簽了 我們在這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